佔中行動發起民主登高人超過600人參加 佔中行動發起人戴耀廷說 人大常委會定出的普選框架 一旦不符合國際標準就會保處佔領中環 蔡宏傑報導 600多人包括泛民立法會議員在香港公園集合 一起登高上山以山頂公園為終點 全程6公里 走了大約兩個多鐘抵達終點山頂公園 他們逐一在和平佔中的大海報上打手印 佔中費人戴耀廷說 一旦人大常委會定出普選的提名門檻要過半數 就會部署佔中 首先和各界和香港市民解說 為什麼我們會在迫於無奈之下 要採取一個佔領中環的行動 透過一些可能還是合法的行動 先讓更多市民明白整個佔中的理念 然後才會去到最後的具體全面佔中的行動 民主黨就說如果人大常委會為普選設限 會響應佔中行動 我們覺得是沒有需要再等 亦都是再去會談也沒有意思 所以為什麼我們這次上去 是再三將這個訊息說出來 就是要求人大現在呢 如果你覺得和我們之間還可以有對話的話 就不要封這門 佔中行動在人大常委會有決定之後 會再和各個泛民團體商討佔中行動的細節 三位佔中發起人希望透過今次的民主登高日 和支持真普選的市民一起向高處走 迎接下一波的政改角力 另外參加登高日的真普聯召集人鄭與石 途中懷疑中暑 要去到瑪麗醫院治理 之後沒有大愛自行離開 RTV記者蔡宏傑不道